大家好 我是高壽少 不知道大家是香港人還是新香港人呢? 相信絕大部份看著我頻道的人 都是香港人來的 新香港人 基本上不會看我頻道 好了 什麼是新香港人 什麼是香港人 大家懂不懂分呢? 不懂不要緊 今天來講一下新香港人的特徵 講完之後 大家就懂分了 新香港人的特徵其實很明顯 不是很難分 首先 他們主要是講普通話為主 又或者講一些很重普通話口音的粵語 去坦仔就聽到 吃殘體字多 然後 會經常講一些中國特徵 例如 高大上 視頻 一聽說話 知道什麼了 新香港人也很喜歡看一些中國的東西 例如鬥陰 中國的綜藝 很喜歡傳一些中國圖出來 一見他們手機 整天播普通話 跟他們聊天 不斷傳一些中國圖 中國表情 即是 張學友養的那些圖 都是新香港人來的 衣著打扮上 嘩 真是很容易認 喜歡戴金絲 眼鏡 化妝 好濃 寒風 不行 那些通常就是新香港人 至於 上了年紀那些 通常喜歡戴金器 打扮好老套 露民感覺 一句說完 很容易認 還有 他們都很喜歡 到處蹲 吃辣條 摸魚爽 吃麻辣東西 這些 這些是 新香港人 都有特徵 最後 他們很多都不肯融入香港社會 完全不肯入鄉隨俗 繼續保留他們那些文化 你很多年都不會說粵語 老奉要人 用普通話跟他們溝通 香港在他們的心中 只是中途站 不是他們的家 在香港找舊 就會離開 對香港毫無歸屬感 湖南 湖北 四川 福建 才是他們的家 與此同時 他們都有 不少是好親共 人格上不是很好 一美只是想著 四圍走灰色地帶 拿盡香港福利 沒有想過為香港 作出一些貢獻 真是很瘋狂 所以他們 都有個稱號 叫做蝗蟲 蝗蟲出征 寸草不生 好了 大概就是這樣 新香港人通常就是這樣 所以要認他們出來 其實不難 好的新香港人 真是不多 因此 如果遇到好的新香港人 肯當香港這個地方 在他家 真的要好好珍惜這些新香港人 香港這個地方 在未來只會變成新香港 新香港人成為特權階級 以前那個香港 只能回憶 大家有定心理準備 這股份 突然要回憶 你 好 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